大家好,歡迎大家再次收看馬家貓特別新聞報導 我是全港最受歡迎的貓主播馬家貓 最近在網上北約兒童地有不少網民表示 是旺角兆曼中心的一間日式放題店 所供應的食物和宣傳單張上面所顯示的食物是很不同 就著這件事,我們派出了記者深入這間日式放題 看看事實究竟是怎樣 現在我們先交給在旺角兆曼中心現場的馬家貓 馬家貓說馬家貓,聽不聽到? 收到的,麻煩新聞報的同事 現在我們就在兆曼中心的地下大堂 稍後我們就會去到這間目標餐廳 看看網民所說的情況,事實究竟又會怎樣 我們的記者就準備用餐 結果稍後大家就會看得到 在這個時候,我們都給了一點點這間餐廳的背景資料 大家做一個參考 我們曾經參考過一些本地食評網 有關這間餐廳表現的評分 雖然這間餐廳是位於旺角的兆曼中心 但這間餐廳的評分表現又不是預期中那麼差 總共有700多個好評 但自6月份開始,這間餐廳就截然出現負評 由6月1號到我們截稿的那一天,總共就有11個負評 其中在6月14至6月16號在這三天裡面 就已經有5個負評了 旺角區的日本餐廳向來都競爭激烈 那究竟這些負評其實是真的餐廳6月份突然質素轉差 還是有更加內人尋味的原因呢 我們的記者曾經很仔細地研究和分析過這些負評 發現這些負評,他描述的內容其實都非常接近 最嚴重的其中一個指控 就是不約而同地說你這間餐廳在宣傳單章上面 可以表明有龍蝦、深海池魚和一些蟹這樣的貴價食物供應 但是在入座之後,點菜的時候 發現這些貴價食材根本全部都不存在 這些評論也都提及到另一樣東西 就是除了沒有這些貴價食材之外 基本的刺身也都有很多沒有貨 就算有貨的刺身來到桌上給吃客吃的時候都感覺到很不新鮮 還有一些評論表示一樣東西 就是這裡在傳單上的收費和現場的收費其實是有所出入的 而上菜速度方面也是比較慢 就這幾樣東西我們總結了4點 記者就會就這4個的方向 看看網民所說的東西究竟是真還是假 現在先休息一會,廣告回來我們會和大家跟進這間餐廳的情況 這一個的世界究竟什麼叫做失眠呢? 嗯,我知道了,睡了上床之後 睡來睡去都睡不著 又或者睡一睡會醒起來 又或者你明明教了9點鬧鐘 但8點就已經起了身了 起了身之後又不夠精神,日頭還是好眼粉 一個星期裏面有兩次這些症狀,糟糕了 那就代表你有失眠了 現在很多香港人其實都睡得不好 所以睡得好其實不是一件意識來的 睡得不好的話又會引致疲倦,沒有精神和煩躁 如果長期都睡眠不足的話 更加有機會會引致衰老,器官功能減弱和各種的長期病患 到時就很麻煩了 很多人都想知道究竟有什麼原因會導致失眠 其中一個經常被人忽略的原因就是肝臟的問題 當肝臟積聚的毒素太多,排出不了體外的話 就會睡得不好 另一個方面,我們亦都要注意身體裡面的重金屬 因為重金屬是可以透過飲食進入我們的人體裡面 除了我們經常說吃海產有機會會引致積累重金屬之外 平時經常吃的冠裝飲品和食品都有機會有重金屬 它們就會積存在我們的大腦、腎臟這些器官裡面 慢慢損害身體的正常功能 之前也有跟大家介紹過日本的風性生活舒暢感受B3益生菌 現在我們都可以一起試一盒的一定入眠排毒座棉丸 我也知道大家都很怕吃一些幫助睡覺的東西,怕有依賴性 但這個產品是日本製造,也是天然的產品 沒有依賴性之餘,也沒有藥性 吃了第三、四晚開始,上床就會很快睡得著,第二天更好精神 連上舒暢感受的B3益生菌一起吃的話,效果更快更顯著 一定入面在以下的銷售點和風性生活的官網都可以買 現在還會有特別優惠,詳情看Infobox吧! 歡迎大家回到馬家貓特別新聞報導的第二部份 就網上有評論表示,這間餐廳全單上所見到的食物 和餐廳中見到的食物是有少少的不同 所以我們的記者亦都在不同的渠道拿到這一張宣傳單張回來 看看這一張宣傳單張,我們的確是見到這裡顯示有龍蝦、深海池魚、發色蟹和機煮鮑魚這些高價食材 而在宣傳單張上面,我們亦都發現有一張優惠卷 這一張優惠卷入面亦都同樣地印著這四樣食物 至於價錢方面,記者就是在其中一個的平日黃金時段入座 在傳單上面,價錢顯示就是288元再加一 而為了更加清楚,可以評論到這一間餐廳裡面食物的味道 記者亦都邀請了香港著名飲食Youtuber馬家貓 一起去到餐廳那裡,視察現場的環境和試食物的味道 我們將時間先交給馬家貓 多謝多謝新聞報的邀請,其實我都不太會吃 來到這些日式放題,大家第一時間叫的都一定是這些刺身 吃這些刺身的話,不外乎看三樣東西 就是第一,刺身究竟新不新鮮 第二,就是看一間餐廳究竟沽不沽寒 會不會好久好久都不拿上來 而第三,就是看一下這裡的刺身會不會漏單 叫十粒就給兩粒來 叫了刺身之後,這個刺身很快就到 感覺上亦都不覺得有上菜慢的問題 再看一看數量,跟我們叫的那個數量也是非常接近 基本上都可以說沒有漏單和沒有扣單這些情況 至於最後要看的就是這些刺身究竟新不新鮮 馬家貓不知為何好喜歡吃蝦 這裡的蝦就有三種 有母頭的甜蝦,大一點的赤蝦和泰式山蝦 就這樣吃這些蝦的話 就不太覺得有雪味或者很不新鮮的味道 再試一塊三文魚 三文魚看上去都叫做挺厚切的 吃進口的味道都好像正正常常的 哎呀,這塊是什麼來的? 這個原來是吞拿魚 去到這個吞拿魚的時候就出事了 一條條掉下來的,好像在吃魷魚絲 吞拿魚就不太新鮮了,這個油甘魚又怎樣了? 哎呀,切到那麼薄的? 油甘魚不是口切好吃一點的嗎? 這個就是反轉了的筆記貝 筆記貝本身應該是白白色的 它不知去哪裡染了黃色回來 這對就叫做珍寶帶子 數量總共寫了10 哎呀,當你以為是整顆很大顆的帶子的時候 原來它來到的時候就已經幫你切成薄片了 切成薄片呢,影響都不大 我三塊一起放進口,結果其實都是一樣 這一盤呢,就是我們第二盤叫的那個刺身了 刺身的數量呢,就對數的 上桌的速度呢,也都沒有特別慢 在你那裡吃刺身的策略呢,就是先每樣叫少少 看一下哪一些好像是新鮮的那樣的 之後就不斷叫那些,這樣做就行了 馬家貓吃這些日式放題了,通常都很少叫壽司 壽司就是刺身下面加一塊飯 那不如叫上面那塊刺身算 你想一下,連壽司郎都要新發明這個迷你壽司了 你就可想言之,有多少人不喜歡下面那塊飯 嘩,這一個就是馬家貓整天吃的蟹孩子沙律 這一個沙律跟其他餐廳做的有少少不同 你看到這裡的青瓜粗一點 你咬的時候就要用大力一點去咬 其他餐廳做的青瓜會刨得幼一點 看了那麼久,大家應該留意到一樣東西 這裡就不是用QR Code落單的 就是用最傳統那隻畫紙仔的方法 這些紙仔就用英文字母去排序 由A排到I,那我們繼續就順序吃下去 現在看到這一堆食物,名字叫南亞風味 簡單來說,全部都是泰國菜 就像這個冬蔭公湯一樣 就這樣看下去,你以為什麼都沒有 瞭瞭瞭瞭後,裡面有隻蝦在這裡 這一堆泰國菜,其實全部都正正常上 現在看到這一個就是牛肉壽起燒 放題的餐廳見到你叫這些了,一定是最開心的 因為這些牛肉壽起燒最重份量,裡面真的材料豐富 菜又有,牛肉又有,還有些粉在這裡 但是免得過的話,不要叫你一個了 牛肉其實都不是什麼好東西來 叫你一個的牛肉壽起燒 其實你沒理由餵食幾塊美國肥牛吧 這裡的熟食就不止那麼少 其實熟食還有幾張紙 就好像這個的一品料理和鐵板燒一樣 這堆東西裡面又有驚又有喜 究竟是什麼驚和什麼喜呢 我們一起繼續看下去 看之前有一件事很重要的 就是訂閱馬家貓 知道你訂了,按了鐘仔沒有 上兩條片就告訴你很重要 不按鐘仔的話就看不到我們的新片 彈出來 按完鐘仔之後再看看驚喜的東西 這一個就是屬於喜的部分 這一個就是黃金蝦 起了喔,就是好東西來啦 那個蝦殼呢,嘩,你看看 幾多蛋黃在這裡 舔完它,慢慢吃完蝦落肚 接著這一個呢 它的化名就叫做骨慘慘 其實呢,它就是燒羊架來的 這一隻的燒羊架呢 跟平時你在西餐吃的燒羊架呢 就有少少的分別的 平時吃的那些,肉就會厚一點 這一個呢,肉就很薄的 但是這一隻的燒羊架呢 肉就很軟,咬進口呢 很容易咬的 接著呢,這個鹽燒大蝦就經典了 為什麼這樣說呢 因為這個鹽燒大蝦 你就可以學到一個四字成語 就叫做金肉奇愛 就這樣看它的殼呢 都好像幾漂亮的樣子 橙橙的色,又多大隻 多實正的樣子 腳還軟軟的樣子 但是這隻蝦呢,就比較奇怪的 當你咬開它的殼之後呢 有一半肉就已經不見了了 哎呀,不知道是不是這些是特種蝦來的 個殼裡面多些空間,多些空氣的話呢 它的浮力就會好些 油水都方便些 這個呢,都挺有趣的 如果你有看馬家貓的影片的話呢 都知道馬家貓最喜歡吃的就是菠蘿 這個呢,就是燒菠蘿了 但是看上去呢,這麼有趣的 燒完之後,菠蘿好像沒什麼汁這樣 糟了,不知道有沒有叫錯 不知道叫了燒菠蘿,還是燒菠蘿乾呢 不要緊啦,放題來 適合就再叫多些 不適合就叫別樣 接著呢,再叫另一些貴的東西 這些呢,看上去的名字很矜貴的 一個呢,就是北海道的梵立貝 另一個呢,就是焗廣島蠔 咦,但是怎麼分呢? 究竟誰打誰呢? 隨便啦,兩樣食最後都是樹同土龜的 最後都是落了你那條大腸 那現在呢,我們就隨便夾一個上來 看看是什麼呢 噢,這個就是梵立貝啊 不過呢,是迷你版的梵立貝 貝殼它就沒有了,那也好啊 不用重用 那另一個應該就是廣島蠔了吧 這一粒,好像只有一半那樣 那一定要舔一些汁才行 另一半肯定融在汁中 嘩,未完未完,這一頓還有食啊 這裏呢,還有炸物和天婦羅 叫一堆回來,看看是什麼樣子 這裏呢,雖然是邵曼中心的餐廳 但是,不要歧視邵曼啦 這裏都有一些東西是必食的 這一個呢,就是芝麻雞翼了 來到的話,一定要叫 這裏做的芝麻雞翼呢,真是很好吃的 皮呢,它就做到脆 裏面還有些肉汁在裏 而且,如果我在自己家裡 都做到一隻這樣的芝麻雞翼呢 哎呀,真是三身有幸啊 一口砂糖一口屎的道理,你又要明白了 接著呢,我們就吃一隻吉列渣蠔 這一隻,找不找多隻蠔啊 這一隻的吉列渣蠔呢,都算厲害了 它隻蠔細之餘呢,它的炸粉有夠厚啊 哇,整件避彈衣在這裡這樣啊 這一隻蠔呢,肯定是重要蠔蜜來的 才有避彈衣保護的 一口砂糖一口屎嘛,又來了 接著呢,吃砂糖 砂糖是什麼呢,就是這個榴槤波波了 咬開它之後呢,你又會真的見到 一些流心的榴槤蓉在這裡 吃完榴槤波波之後呢,還有這一堆的天婦羅 天婦羅呢,普通料來的 不要浪費時間,說這些東西了 喂喂喂,說一些正經的東西 先,剛才在傳單那裡 你是不是見到有四樣貴價的食材呢 是啊,就是這些了 那些什麼,鮑魚啊,龍蝦啊,蟹啊 剛才呢,我們在滑野食那些紙仔裡 大家見不見到他們呢 紙仔裡面,當然沒有啦 馬家貓呢,都特意問回現場的職員 問回,究竟有沒有這四樣的食物 職員就跟馬家貓說,這些的食物是要預訂的 簡單來說呢,就是告訴馬家貓你沒有啦 實情,究竟是怎樣的呢 又有沒有人吃過這幾樣東西呢 大家不妨在留言那裡,告訴馬家貓 吃不到龍蝦啦,就吃豆花啦 這裡還有些甜品的 那些什麼紫米露啊,奶凍,豆腐花啊 這些全部都是任性 吃到這一刻啦,你還沒飽的話 就儘管吃多兩碗這些東西,落肚,甜飽肚啦 走出去門口那個位,其實還有些雪糕雪條,任你拿的 嘩,正啊,有些紅豆落在那裡,不是那麼容易找得到 到最後啦,埋單究竟又給了多少錢呢 跟傳單裡面的那個價錢又一不一樣呢 這個東西呢,實測之後就發覺是一模一樣的 並不存在那些什麼,價錢跟傳單不同的情況 喂,來啦,一起來少曼這裡吃一下這些東西啦 不要只有馬家貓一個,自己整天吃這些東西啦 喔,下班,交回給新聞部的同事 我們下條片要再見的,拜拜 拜拜